滑鼠右键贴上 可以按下空格来选择它的间距 哈喽我是薛丁六 Ellustrater 在2024年10月15号290点版本 它有更新以及强化哪些功能呢 如果你对这主题有兴趣的话 就马上看下去吧 看之前呢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哦 首先关于新增功能以及强化功能 在新增里面 我最有兴趣的是这个 工具列里面会新增一个 叫做路径物件 它可以将你的物件附加 对齐在弯曲或直线的路径上面 在路径上对齐排列和移动物件 我们来看一下范例的影片 这功能呢对排版会非常的方便哦 今天影片也会进行测试哦 还有强化了影像描图这功能 以及修改的平面表面模型品质 将你的logo向亮图档 可以准确的贴合在JPG图档上面 等等这些以上功能 回到软体本身 在新增文件里面 我选择的免费版本 会同学可以挑选版本来进行练习 那我选择呢是这个版本 那打开来以后呢 我先将后面的建成物件锁定起来了 所以是不可以移动的 目前移动的呢 只有这些白色的icon 那各位同学记得这些icon 一定要群组起来 如果没有群组的话 等一下我们使用路径物件 你的icon会解体哦 好首先我们来先绘制 在工具列选择椭圆形工具 绘制出个椭圆形 我将宽度调整了一下 先使用黑色箭头 用拖椅的方式 选择你要的icon 那我这里呢是选择 左边这四个 选取完毕以后 回到工具列 我们选择路径物件 点下去以后呢 我们将滑鼠游标移到这个白色的线上面 可以看到我的游标 从原本黑色的箭头 有看到吗 它的图示改变了 就代表你这四个icon 要绕这个圈圈来排列哦 点下去以后 可以看到这四个icon 平均的分配在这上面 那我们点回最上面这个小icon的时候 整个物件呢会出现一个框框 框框上面有出现空格两个字 当你滑鼠左键点下去后 你就可以移动你这些icon 它们的间距 看你是要比较急一点啊 还是大一点都可以 那这个方形框框最下面这里 全部旋转 按它的时候呢 你的icon 有看到吗 它会跟着旋转 你可以移到你想要的角度 那我先还原 左上右上 左下右下 那一样都是可以进行变形 你可以放大或缩小 一样我先还原 假设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有新的icon 想要加入在里面的话 要怎么加入呢 如果你一样是先点选这个透明小icon 然后呢再点选入境物件 它是没有办法点进去的哦 因为你现在这个物件呢 它已经是个路径物件了 如果你要在四个icon里面 新增第五个icon 应该怎么做呢 铃铛信用卡跟电话 我们先将它复制起来 我按下右键选择拷贝 在黑色箭头的状态下 点选快速的用滑鼠左键点选两下 进入到这个模式来 你就可以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贴上 它就会自己帮你排列上去哦 要离开这模式的话 就按下这个箭头返回 有看到吗 这样子呢就完整的新增咯 新增完毕以后你一样 可以按下空格来选择它的间距 或者呢是你要旋转 都是可以哦 那我先还原 有些icon的位置 想要重新调整的话 应该怎么调整呢 那我先假设以这个铃铛为主好了 这个铃铛原本是在左边的位置 那我要如何更改呢 当我们在黑色箭头状态下 点选这个物件 那你只需要在滑鼠移到你要修改的物件上 它们中间会有个节点看到吗 移上去以后它会出现选取移动 我移到信用卡也是一样 移到电话也是一样 那我以铃铛为主 当我的滑鼠移过去 它有出现选取移动这文字的时候呢 滑鼠左键再点选一次 我这个物件呢被独立选取起来 它外面有个框框哦 其他是没有的 这时候你只要按着它 按下滑鼠左键拖曳不放 就可以移动到你要的顺序位置 例如说我改到电话后面 你看这前面嘛 电话的后面 好放开滑鼠 它就会自动帮你排好 之间的距离呢还是会维持一样哦 如果这些icon里面有一个你不要了 例如我们在以这个铃铛为例 这个铃铛你不要的话 那要如何移除呢 首先你点选这物件以后 如果你将滑鼠移到这个节点上 它出现了选取移动 你一样点选下去以后 它不是会出现的框框吗 这时候如果你是直接将它删除 你会发现你刚刚设计的整个路径物件 它全部不见了 那我先还原 要删除的方式呢 一样也是先点选它 没错 它出现在框框以后呢 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 它会出现分离两个字 我加滑鼠先点到空白处 通常呢它会有这些选项 它有些提示选项给你嘛 但是如果你是点选路径物件里面的 其中一样物件的话 看我点选 它会出现分离 你按下分离以后呢它会离开这里 它移出来了 这样子铃铛就离开这里咯 然后剩下的icon呢 它的间距会自动调整 那最后再复习 铃铛要怎么放回去里面呢 不是这样子直接放哦 这样放没有用 没错 我们先让它拷贝 然后在路径物件点选两下 进到这个模式以后呢 按下滑鼠右键贴上 它进去了 顺利进去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模式 按下返回 这样就完成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便可以喜欢版面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